花费十亿,快船新酒馆入驻在即 媒体晒最新照片,新队不要太拔气 众所都知,快船将在24-25赛季搬迁至自己全新的球馆 直觉穷顶中心 过去,胡人和快船共用一个球馆将撤离成为历史 而作用,全联盟身价最高的老板布尔默为了新球馆 也是大手一挥耗资十亿 如今,球馆也是竣工,等待快船下载季的入驻 而近日,媒体也是拍摄到了新球馆的样貌 我们可以发现,快船新酒馆的地板依旧采用原木地板 搭配黑色为主色调 其中,场地中央则是采用了快船全新的对标 这下真的从屁滑艇彻底晋升为航母了 而我们可以发现,快船的观众席也全部采用全新座椅 知悉,快船新酒馆将最多能容纳18000名观众 并且豪气的博尔默给每个座位都搭载了充电设备 座椅建居也是三只球队中最宽 这只球队的球馆将于8月份正式对外开放 不知道换了新球馆的快船能否摆脱对手无关的命运吗